年后希望我们布局的ETF 有配息的 而且可以让我们的财富 累积越来越多 北富盈谢谢您了 提出了这份报告 来期分解请上来 他说散户ETF 如果要求更多的财 别忘了五字绝是虎年的 选ETF的技巧 拿五字绝就是 心人都缺钱 都缺财 然后这五字绝 你看这边科技创新 人口老化都市更新 气候变迁资源的稀缺 新兴国家的财富增长 各自新有五党 两党四党这些等等 期分解帮我开第一堂课 这一集我会连续 四集为您说明白 其分解这个新来请看 哪五党呢 依序是830 891 892 894 887 最终什么指数呢 前三大指股周军亮 麻烦您 好那这边跳出来的五党 我们大概把它分作三个 主要的区隔 第一个就是 国泰的830 费半的ETF的话 它是美国 那另外这三档 891 892 894 这个都是投资台股的科技股 好 那最后的一档 887 它就是投资中国的ETF 所以这两档 830跟887 是境外 这三档是境内 是 好那我们大概就把它分作三个市场 其实这三个市场的这个科技股 都是其实都是蛮有机会的 好那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费半 其实费半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追踪的指数 当然就是美国费半 那它的前三大持股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博通 英特尔 高通 都是大家非常耳熟能向的半导体的类股 事实上美国最近才刚刚通过一个 美国竞争法这样子一个法案 他们就要全力的扶植 他们自己的半导体产业 对不对 没错 所以当然这个部分还是非常的看好 那至于台湾的部分 像这一档891中信 大家他追踪的是这个 ICE的这个FACET 台湾ESG永续关键半导体指数 好那富邦的这一档 他追踪的是ICE的FACET 台湾核心半导体指数 那中信小资的这个高价30 他追踪的是台湾指数公司的 特选小资高价30指数 所以高价股30档 权重大胆都被他包进来了 是 好那当然这三档 其实都是以科技股为主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前三大持股 事实上差异不大 还是联发科台积电连电 台积电联发科联永 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说 其实还是以台湾 最主要的科技龙头股为主 不过大家差异的话 就是这一档 他的前三大持股 比重比较高 大概就占了六成 那其他的话 这两档就是台积电 占比最高 大概都有25% 那其他的话就比较分散 所以大家就是小小的差异 但其实是以台湾的科技股为主 这个比例就是该档ETF 他所占的权重了 再来 好那最后一档的话 是永丰中国科技五十大 这一档可能他大部分投资人 会比较陌生一点 他规模也比较小一点 但是呢 其实他是主要就是中国的 这个硬体科技 就是未来他们会比较重视的 半导体啦 或是电动车啦 或是各种的科技领主件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前三大持股 宁德时代 大家很熟悉嘛 电动车电池 是世界第一大 好那另外的力讯精密 大家就是常常跟鸿海在抢订单 苹果的主要服装 代工厂 中国大陆 是好 那另外一档叫恒瑞医药的话 事实上他的前五十大里面 还包括了一些医药股 那这个医药的话 他这一档都是专门做这个肿瘤研究的 就是癌症方面的这个新药 他的规模其实也是非常的大 但提醒您 这几档 虽然都是创新 但周均量多数都有量 一万多张 两千多张 在周均量 只有这个887 比较偏少一点点四百多张 往下看才是关键 那刚刚那个这个成交量比较小 是因为大家对这一档ETF 比较不熟 他也是后去年才刚发的 比较新一点 所以但是未来的话 如果中国真的大家要投资 中国的科技股的话 事实上这一档是可以来留意的 好那当然接下来我们来看说 那这五档我该怎么投资呢 有没有一些这个挑选的一个原则 好那首先我们来看配不配息 大家投资人士很关心配不配息 那如果说以通常美股不太会配息 但这档还蛮特别 他有配哦 一年配一次 然后他发现 哇去年真的配的非常的好 是哦 8%的大家吓一跳 830的殖利率单次有这么高 是好不过呢事实上他过去 如果说前一年前两年 事实上是没有配这么高的 所以说算是去年特别好 我知道了啦 因为去年费半创历史新高啊 去年我们的科技股 跟美国科技股全飙涨啊 是所以他算是去年比较特殊啦 这配息特别好 那另外的几档呢 像是有继配的半年配的有继配的 那如果说以这这两档大概他有上市 大概半年的时间 如果说以继配他单次大概1.76 然后他这个是半年的话 他配3.39 那事实上的话 他他也配了两次 所以他的水准大概跟他差不多 那如果我们把它换算成年的话 大概六个percent左右啦 有机会啦 对因为呢齐芬姐教过大家 这是单次的殖利率哦 这个呢因为他是年配一年只配一次 所以这个就是殖利率了 单次是1.76 既配一年配四次你就乘上四哦 所以这么一层大概也有四五六左右 是好那这一档的话也是既配 不过因为他上市时间比较晚一点 所以去年就是配的比较少 因为他已经在配息的尾端才挂牌 那另外这一档的话 可能大家要比较留意 因为他的话是不配息的 而且呢像刚刚瑞涵有提醒 他是这两档都是境外的 是没有涨跌幅的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 大家就是要特别留意一下 只有我们波动比较大 对 近那些三档才有涨跌幅限制 因此呢结论告诉大家 做短的做长的呢 好那我们刚刚说了 其实在半导体这个产业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中长线还是很不错 所以我觉得说 可以长线来投资 但是波动比较大 所以适合大家定时定额 可是呢 因为以现阶段来讲 我会建议大家是说 可以拿一半的资金 去考虑做一个长线的定时定额 但是短线我们刚刚是说 是不是最近跌很深 好所以最近跌很深 所以事实上 我们也可以拿一半的资金 来做一些短线的一个波段的一个操作 跌深买赚价差 是好所以说变成说长短两个 事实上我们都可以来操作 那至于短线的话应该要怎么做呢 其实跟刚刚庆隆跟大家分享台积电操作方式 也是有点像 因为短线的话只要日KD 它交叉向上 在20的附近交叉向上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场来投资 那如果说上来的话 如果说看整体的盘面 如果说还是整个波动比较大的话 如果基线没有突破 我们就可以先落带为安 我们挑这两档来检视一下 如果短线的话 830 891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肺半 你看它最近是不是已经 那个KD要交叉向上 而且这边的话也是有止跌的迹象 好那另外可以看一下中心的话 也是一样都是在这边 还没有完全交叉向上 但是已经在低档 然后这边也是有一点点止跌的迹象 好感谢齐芬姐 非常谢谢您了 新人都缺财 北复营的这份的报告 是在2022虎年 如果您要买很不错的ETF 您该怎么挑 朝这五大方向了 齐芬姐今天说这五档来请看 这五档提醒您830 887 它都是境外的 没有涨跌幅限制 它也没有配息 它是有的 这三档894 892 891 是境内我们台湾的 有配息 也有涨跌幅限制 注意一下有没有量 多数是有量的 所以提醒您了 这边配息有没有 殖利率看一下 有涨跌幅限制的是在我们境内 齐芬姐刚刚有讲 因为现在科技股修正幅度比较大 因此长远的趋势是没有办法扭转的 所以如果您担心的话 5000块或者是1万块 总之就对半分 一半做定期定额的长线 一半赚个价差 当跌生的时候买它 涨上去就可以卖掉 现在如果在KD出现了低档黄金交叉 买靠近了月线或者是波段一段 您就把它卖掉了 总之这个新创新ETF 长存短钻都交会您了 结论齐芬姐对了 正确 谢谢您了 接下来要把临终请上来 他要讲明天关盘重点之前 先看一下油价 恐怖啊 现在的油价 我们录影快要结束了 给你杀这么深 大跌2.41% 什么消息呢 请看标题 美意听说重启核谈判了 很有可能 美国允许伊朗出口油 一桶是每天一百万桶 所以油的supply增加之后 油价蛋就跌了 明天 对那几个重点 金墙电落的趋势 是否有机会能够转变 如果电能转强的话 大盘往上更有谱 美元指数不能转强 转强的话股市会不好 外资的期限选金额 连续三天要翻证 台股的量能否持续的放大 这个是一个加分的作用 指标出群看三个 半导体 航运跟金融的三大类 所以林庄问你 刚看到油价的重砂 减轻通膨压力 美元指数继续在走扁的话 请问对美股市加分 当然是加分 漂亮 观众朋友 今晚的美股市大市场涨了 涨大的幅度 涨的幅度可以拉大 我们盯着看 但是国际间 好像今晚特别耸动 什么消息呢 昨天待会儿的深夜新闻 感谢收看 祝你晚安 我们再会